今天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千萬不要賣Film Never Die的Phillim 因為他們是假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C41乘客 以下下來的訊息將會非常沉重 以及對於Phillim界會是一大的衝擊 但是懇請各位看到最後才作出決定 好 事不宜遲 馬上看了以下這一段影片 沒錯 其實Film Never Die這個60多元的Phillim 是等於Fuji的平價Phillim C200 類似的情況同樣出現在這兩卷Phillim 都是貼一張貼紙之後買貴幾十元 而這個秘密真的很少人知道 當我在Youtube搜尋的時候 我找到的竟然是這兩卷Phillim的比較 但是這兩卷Phillim是同一卷Phillim 所以它的成像都很... 其實這個所謂揭發的事件 在一年前在外國已經被揭發了 現在在官網上也不會再找到 重新包裝的Phillim買 但是其實也有人為它辯解 有些人說其實這間公司也做了一個 很漂亮的包裝 和很耳機的設計 和它所描述的日本風格顏色 其實都沒有錯過 因為Fuji Color是很日系的 也有人說 其實造成這個現象 是因為賣Phillim的利用實在太低了 商家才迫不得已 做這些重新包裝 來增加他們的收入 而買這些Phillim呢 是幫助整個Phillim頁的 我覺得支持Phillim的方法有很多種 例如說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啦 如果你真的買了或者用過這些Phillim的話 不用覺得特別沮喪的 因為其實那個差價都... 你可以當它落入了它的設計上面 然後就當自己上了一堂 下次買Phillim之前要做好研究 也都希望你可以分享這條影片 給有影開Phillim的人 因為我也不想再有人 因為這樣而浪費了幾十元 那幾十元買多和Phillim更好 那...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 關於Phillim和街頭攝影的影片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們啦 拜拜